六 meetings 快!!!!!! 快 快快 快快快快 快快 今天是8月6日 在这一直转移令 分红区内三十三万人口 开始了浩浩荡荡的连夜大转移 以前我们马上就要转移到安全机会啦 要是收不著读集通知书 那就怎么办呢 放心啦叶子 想续一起遵运哈 农兵这位女生 怎么还没有丰收 要是被红色的卷走了 我们怎么活咯 哎呀别少说两句 都是我们过的 抓衣 treatment 说这位��등록 这位服务怎么样 吃点八点钟 八明天中午 十二点钟 还剩十个不晓得 这是三十三万人 除此十 longtime利啊 干部群众迅速转移到安全区 一大约的车 车小家 帮大家 立即行动起来 苏计 这里什么的怎么样 现在八点钟 八明天中午 十二点钟 还剩十六个小时 要转移三十三万人 苏计 始终前例啊 一大约的车 车小家 帮大家 立即行动起来 按时定的定点尽快转移 此刻被炸上下 亮起了今年入训以来 也是四十四年前 开炸分红以来 最通明的灯火 八月前 梦西大院堤上 出现了一道两百里的大溃口 一盒红桃 咆哮着 朝沉沉夜幕乡的广大村野铺去 随即 部队立即展开对梦西大院 十三万人的救援行动 朝廷随风 不怕下沉沉夜幕 你们人下不下来啊 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会议 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会议 连夜制定了中央八条的决定 会议的核心精神是 毕足以严防死守 但也要做好充分准备 同志们 我们今天要 你来爬 你把你每一个角落 你拿把他跑 随即一生分红前职 展开了一次寻低行动 这208公里为低 就是青江分红区的生命线 如果分红区为低出了问题 那么北闸的起壁就失去了调控作用 8月16日下午6时 省水温局的预报44.98米 即将突破国务院文件规定的分红争取水位 令人忧心的是 水位还在继续上涨 就在两个小时之前 地炮连已经接到上级要求 即刻在防御堤上 撞前炸药的命令 安全地难 你把我们的队友才远 暂时的水池该怎么处理 我们的军舟都已经输在网了吗 我们傻子 今天最新消息 军舟封红的战略指挥部 已经接到上级指令 于今晚开闸封红 今晚到10点30分 炸开北闸防御队 11点半明昭示警 12点正式开闸 不知道多少人的脑海里 似乎出现了起爆防御堤之后 半个公安线都变为一片汪洋的画面 时间初见逼近22点30分 电火站里越来越近 地爆连战士们紧绷着 时刻等待着随时可能下达的起爆令 但就在起爆前几分钟 京州市领导和水利专家突然注意到了当前北扎水位是45.35米 沙斯水位45.22米 北扎门水位就要加0.13米 就是45.35米 北扎门门顶45.13米 直高出水位线的八股灯 咱们这些水头产生了波浪爬高就会漫过砸了 这就是不开砸门的开砸 起爆不能开砸呀 马哥们 只有液癌水位 太危险了 防御堤现在不能炸 既然党中央还没有正式决定开砸分红 就不能先炸防御堤 现在借我命令 立刻切断所有起爆电源 核实起爆 听我指挥 是 就这样 防御堤躲过了倒计石表上 给他划定的死亡线 但是 围棋并没有解除 随后炸堤和开砸 必须同时进京的指令 又来了 各位市民们大家晚上好 现在是晚间的十一点三十分 离开砸泄洪的时间只剩下半个小时了 现在安全性的感情 妈妈要放回家 此时离预定的凌晨十二点开砸泄洪的时间 只有三十分钟了 分红 意味着公安县多年的建设都将毁于一旦 不分红 不分红 青江大帝又能守得住吗 总理 长江第六次洪风 虽凶凶而来 但它属于坚寿型洪风 水位高 但洪量不大 时间也不长 如果官司上游的四川 重庆所有的水库 再加上数十万居民的严防死守 就很有可能不过这次难关 既然水库专家认为 不用分红 可以守住 我们部队更有决心 严防死守 坚决顶过去 让中央方式 尽神圆派 让人民放心 当中央国务院最后决策 不分红 第六次洪风正在过去 整个长江大帝 迎来最为严峻的一次考验 指挥的名威不乱 和军民一心的必胜信念 让戎罩在分红区上空的浓云阴霾 透出了一丝光亮 人民子弟兵和广大干群 用生命挡住了最后一波洪风 分红区三十三万人的家园 也守住了 没有人是超级英雄 但每一个人都是英雄 1998年抗洪 是新中国取得的巨大胜利 军民同心 终于战胜了滔天巨浪的洪水 共和国 没有开闸 听那年风雪灰霜 在这个来说我们知道 你看 车来重逢号角 多么的漂亮 有人用生命捍卫 他心底的光 那是信仰 孟茜 尽量 尽量